個性居然會釀成疾病 你也有這些人格特徵嗎 如果你壓抑的是悲傷 救人不就有一個 你其實很想要某個東西 可是你都不跟大家講 都跟人家講說無所謂 九二九之前就會變得 沒有信心 會變得自卑 情緒不發出去 就是在你的身體裡面發作 疾病種類百百種 醫生教您如何區分病源 對症下藥 要看你是哪一種疼痛 給予正確的藥物 才能對症下藥到病 週一至週二 晚間九點 醫師好辣 就這樣啦 綜合台